梁天琦 星期二晚在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簡介會爆粗禁火滾 相信是同他同日被選舉事務處裁定 不符合資格參選有關 我覺得第一就是香港已經成為一個獨裁的地方 在中共治下香港是不會有民主的一人 憑政長官的選舉我們沒有普選 立法會有功能組備很普選 今時今日的地區直選都已經是一場有政治篩選的一場選舉 除了他之外 這日被裁定不合資格參選的 還包括同樣報名參選新東的沙田區議員陳國強 以及參選香港島的保守黨賴以民 連同之前已經被拒的香港民族黨陳浩天 香港民進黨楊繼昌 以及中出洋子 一共六個港獨人士被他參選 選舉處在信中指出 雖然梁天琦回覆不支持港獨 並已簽署確認書 但根據他過往言行 網頁資料和簽署確認書後的發言 未能令選舉主任信納 他已真正改變港獨立場 梁天琦實際上並不亦無意擁護基本法 所以裁定參選提名無效 今時今日的香港 是有分兩種人的 一部份叫做香港人 他們可以享有他們經管法底下經有的權利 但原來還有一部份的香港人 大約17%左右 他們是低等香港人 這17%的香港人 他們是沒有權利去選一個代表他們的代議事 這就是今時今日的香港 當獨裁成為一個事實的時候 我們還有甚麼可以做呢 革命就是我們的義務 他雖然未有進一步解釋何謂革命 但已表明會在9月4日 投票結束後提出選舉情請 企圖推翻選舉結果 其實今次同時有其他十多名港獨 或自決派人士獲准參選 包括本土派學者陳雲 青年新政梁仲恆 以及本土派人士梁甘成 成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 蘇立公子 當局準備不足 標準不一和把關不嚴 增加日後被人司法覆核 及選舉情請的機會 或變相將票員 集中在其他獲准參選的 港獨候選人身上 或會令他們更易當選 會令部分港獨人士為議會添煩添亂 O1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